长得貌比攀安 去整得歪瓜裂枣 这几位男星自毁容颜太可惜 年轻时的古天乐 见眉心目面如关玉 那可是花美男一样的存在啊 结果没想到 已经52岁的古校长 近年来却一直沉迷于医美 这像是被绳子吊起来的眼睛 和僵硬到充满塑料感的面部 很明显就是医美过度的状态 说起胡斌 眼前立马浮现 那个五官俊王 腿很长 眉眼十分优越的大帅哥 如今51岁 上了年纪就去变脸 结果把自己俊美的五官 整得像雕塑一样 虽然也很帅 但总有种浓浓的塑胶味 再说陈浩鸣 思绪立马飘回那一年的段鸣 眉清目秀 风流倜傥 比现在的小鲜肉更有颜值魅力 可惜陈浩鸣中年沉迷于医美 你看这肿胀的脸和高耸的苹果肌 如今53岁 却满脸都充斥着塑胶感 钟翰良这颜值要是早出生几年 哪还有王一博啥事啊 不知何时 钟翰良开始了打针之旅 现如今的他 两颊高高鼓起 面部饱满 眼睛像是睁不开的样子十分古怪 隔着屏幕都有种十分强烈的肿胀感 年轻时的李钟翰 不能说帅得十分惊人 但是五官却十分周正 可是如今46岁的他 和以往相比 差距真不是一点两点 看着不仅僵硬 还总是觉得十分古怪 看不出具体哪里变了 可又觉得哪里都变了